如果老師你要把WebDuel的程式保留下來 模擬器跟體驗版都一樣 因為我們剛剛有沒有登錄 沒有登錄對不對 所以您看一下它的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鏈子 你只要按下這裡 它就會幫你產生一個獨立的網址 也就是說你這個程式 它就幫你存成一個網址 所以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它會跳出來 跳出像這樣 有一個訊息說你的網址我已經幫你產生好了 但是因為在這邊你是沒辦法直接複製對不對 所以不用擔心 因為它跟上面這個是一樣的 就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按下確定之後 把上面這個網址複製起來就好了 那下次你只要貼上這個網址 就是一樣的程式內容 但是要留意一下 因為它記錄的是你現在這個狀態 如果我今天我腳位改變了 你不能再用剛剛那一個喔 你要再產生一個 這樣了解嗎 因為層次不一樣 那如果你是雲端版的 就是有註冊的 就不用這個動作 它是你有改變雲端直接幫你做 直接做儲存的 有點類似我們現在Google的文件那樣子 就是你只要改變你的網址是一致的 同一個 但是呢 它會幫你自動存檔 這樣OK嗎 沒關係那個我們有用到雲端的時候 再來跟各位介紹 但是你現在模擬器本身 還有就是這個體驗版 都是用這個方式儲存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你如果說老師要做講義 那你需要把這個層次碼畫面是保留下來 那你要保留下來呢 一般我想大部分老師都會用擷取畫面的程式嘛 這裡不用 Blocky它本身就有提供這個功能 你只要在空白的地方 就層次碼這個空白的地方 按滑索右鍵 按住 有沒有一個叫下載圖片 它就會幫你把積目的內容 你看我先下載一下好不好 好下載下來 點開 它就會幫你把積目 用這個畫面保留下來 好我們用這個打開 不管你程式多長喔 因為你用截圖軟體的話 會有欠在一個長度的問題嘛 這邊的話它就會完整幫你保留下來 有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它沒有擷取到白色的背景喔 它這個是有透明的 就是只有積目本身 所以你如果放到簡報裡面 不會有那個白色的背景 這個是用BLACK一個蠻大的優點喔 我覺得還不錯的 就是你抓圖 變得比較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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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能夠 來自然的 設計 能夠 都說成立的